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羊姜也叫鬼子姜 姜不辣 用它做出来的泡菜 口感脆嫩 喝粥的时候成一小碟 你会发现你做的粥一会儿就没了 准备两公斤的羊姜 这个是洗干净的样子 给它随意的用刀切成小块 刀具要清洗干净,不要沾油 我们在制作泡菜的全过程中 都不要碰有油脂的东西 通常我还会加一些额外的食材一起腌制 这样做不但可以给我们的泡菜 增加不同的口感 也能顺带给羊姜添加一些独特的风味 这次我用了胡萝卜,小辣椒和香菜 胡萝卜和羊姜一样改刀切成小块 小辣椒直接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香菜也是洗净的 我们只保留下半部分 叶子的部位去掉不要 找一个大些的盆 将所有这些食材放进来 现在我们来用7%的盐水 来浸泡这些食材也要出坯 目的是去除羊姜中多余的水分 让其口感更加脆嫩 也能除去其中的异味 同时还能杀掉部分的炸菌 在盆中加入清水 刚好摸过食材就可以了 我这次用的是三升的水 所以要加200克左右的盐 用石盐或者海盐都可以 我这个是粗粒的海盐 然后给它放到阴两处浸泡24小时左右 也就是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处理它 现在是第二天了 盐水浸泡过的羊姜 会变得稍软一些 我们把浸泡好的食材 用清水冲洗几遍 然后尝一个试试味道 不咸就行了 把食材稍微控干水分后 我们给它装进销过毒的瓶子中 如果用那种泡菜专用的毯子是最好的 我没有 所以只能用这种瓶子代替了 现在我们来做泡菜汁 含盐量是8%左右 在这个研究下 除了对人体有益的乳酸菌以外 很多的炸菌是没有办法纯活下来的 准备一口干净无油的锅 放入200克的海盐 加入100克的白砂糖 生抽500克 香醋一公斤 再加入一公斤的清水 最好是用纯净水 这个是黄芝麻粒 加一点进来调味 没有的话可以不加 大火烧开 烧开后继续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把火关掉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泡菜汁 让泡菜汁自然放凉 等到泡菜汁完全凉透了 把泡菜汁倒进瓶子里来 这时候可能会有些调皮的食材浮在水面上 我们可以找一个石头给它压下去 也可以采用每天摇晃瓶子的方式 不让它一直暴露在空气中 最后再加入30克的高浓度白酒 盖上盖子密封好 放到阴凉处两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吃了 在腌制的前几天 记得每天打开盖子排一下气 因为在泡菜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气体 这些气体如果不能及时的排出来 很可能会导致瓶子爆裂 这个就是腌制好的羊酱 非常的脆 如果觉得有些咸的话可以在清水中浸泡一会 这个泡菜汁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每次加入新的素材后再兑入8%的盐水就可以了 水不要用生的 要用凉开水或者纯净水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老夏 我们下次再见